美国非农就业报告的出炉 新增就业人数比预期要低 也代表说 美国的就业情形真的有点险峻 代表市场都开始勒紧裤带 是不是要应对经济的衰退风险 美国投资人的情绪也低弱 让美股的部分重跌 费办指数大跌超过了4.5% 科技股的部分成了沙盘重心 七大科技股 收黑博通跌幅更是超过10% 美超微还有包括超微 也都是震荡下挫 还包括辉达股价 也跌幅超过有将近4% 来看看最新消息 辉达日前公布的财报 成长指标不再耀眼 外界也很担心放缓的压力 这执行长黄仁勋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不断的出售股票 卖了有530万股的公司股票套现 现在套现总计是6.3亿美元 不过卖股求限的还不是只有它 从今年7月中以来 股神巴菲特最近也不断的在抛售 美银的股票7.6亿美元 专家都分析 这些大咖一定是看到了什么风险 居高思维之外 可能也有为了减少税务的义务 在这里减税来做持股的调整 但是大咖卖股 这也象征着股市行情 真的有稍遇风险的压力 继7-8月之后 股神又减持美国银行股票 根据波克夏最新向美国证交会提交的文件 巴菲特光是在这周 就以每股均价40.55美元的价格 出售1870万股美银股票 股权降至约8.6亿股 一方面当然是居高思维 因为现在股市都在高点 那二方面也是因为 现在美国总统大选正在开党 所以不确定性比较大 贺锦丽他有提出说 他可能会针对你赚钱的部分 还没有实现他就要克水 为实现资本利得 所以也许也是为了这些在做硬硬 想要做达到一些避税或减税的效果 由于波克夏目前持股美银比例 仍在10%以上 公司必须在两个交易日内 报告出售持股的细节 若想免除此义务 就需将美银持股控制在7.76亿股以下 等于还要再卖大约1亿股 除了股神卖股套现 挥达执行长也频频出售自家股票 从SEC资料来看 黄仁勋在过去三个月 出售将近530万股 挥达普通股 价值约6.3亿美元 其实他们卖股票 都是依照事前拟定的售股计划 他这份售股计划 是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就提出了 然后提出说 预计要从六月开始卖股票 所以是老早就已经计划好了 而且如果说 你看他实际出售的股数 大概就差不多 目前差不多五百万股 可是黄仁勋他实际持有的市值 是快要一兆美元 等于说他实际出售比例 还不到百分之零点五 一千块少个五块的概念 观察黄仁勋约从六月中开始分批卖股至今 回答股价从130美元左右下跌至107美元 跌幅超过17% 不过美股达人认为 市场对于AI前景仍然乐观 美股在经过近几个月的下跌修正后 长线还是有机会继续看望 记者黄友柔林秋强台北财宝报导 最新的风险报告就是八月份的非农就业数字 现在看到是新增只有14.2万人 这市场预期至少应该要16.5万人 结果比预期的还要低很多了 这加深了经济衰退的风险 这美股投资人情绪也因此低弱 那尤其是前几天还公报了 包括八月份的美国制造业指数 不管是就业状况还有制造业的部分都呈现了萎缩 那包含了新订单 生产放缓 还有存货增加 这都是风险 再说到了九月份即将要联准会降息 但市场很担心联准会本来降息一码好好的 大家预期一码就够 想不到如果经济突然的急落 向下的急衰 这会不会让联准会的动作加大 如果放大变成了降两码 市场就觉得情况不对 可能股市的反应就会比较激烈 另外就是下半年到明年 最大的风险问题就会在联准会的降息幅度 会不会极静的降息 还有包括中国跟美国的经济衰退 更重要的问题还包括美国的总统大选 也是个变数 这个礼拜美国总统要进行辩论大会 包括了川普跟贺锦丽展开辩论大会 就在本周开始 但是现在美国前总统川普 最近在跑行程当中又是语出惊人 他维护美元的地位是不余力 又唠了狠话 他说当选之后 将不会跟不肯用美元的国家做生意 大家都知道最近美元 烂印这几年烂印 也导致了美元呈现了 现在比较大的一些贬值风险 现在看到了有很多国家 就不想用美元当作流通货币 要转用其他的国际货币去取代 不管是人民币或是现在看到有很多国家 不见得一定要用美元去交换商品 这样的情况让川普很不以为然 川普说当选之后 就不要跟这些不肯用美元的国家做生意 要对这些国家课征高达100%的关税 这当然就是市场上新的变数了 而根据于国际货币基金会组织最新的调查 全球外汇存底的比例 还是占有59% 比2016年的65%是下滑 但是还是有接近六成 使用美元的比例还是有将近59% 但是的确跟前几年相比 足足下滑了有6个百分点之多 这也是川普发表的新关税证件当中 说如果哪些国家不用美元做生意 那就要对那些国家课征100%的关税 祭出出口管制 好 但经济会不会陷入硬着陆的风险 今天美国的执政党 财政部的部长叶伦 就在发表谈话当中 立刻的来出面信心喊话 尽管疲弱的就业报告撼动了投资人 甚至掀起了股市的卖压 但是他强调他认为美国 还是有软着陆的条件 外界不用太惊慌 叶伦说在走过长远的复苏道路之后 如今的就业情况 虽然不比新冠疫情平息之后的热潮高 但基本上达到了充分就业 他也试图安抚外界对于经济现况的担心 他也认为没有看到红灯的问题 叶伦说在未来几个月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包括可能跟中国大陆的副总理 何立峰再度见面 来控管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而另外讲到的是 现在资金跑到哪里去 跑到了债券市场 因为大家认为联准会的激进升息 有可能让债券市场 更早的出现反弹跟复苏 最近债券市场果然在一周之内炙手可热 许多的投资人把资金 从股市卖出转进了债市 当然也包括联动相关的 这个债市的ETF最近也都比较夯一点 那包含了像美债20年 还有包括一些正二商品 都呈现了走高 而且最近也有很多资金 在这些美债商品当中进行追加募资 而且有追加次数非常多的情形 专家表示现在布局债市的确有甜蜜点 不过还是要留意折议价的问题 还有降息之后美元贬值 可能你会赚了债市的价差 但是有可能会损害你美元的汇损 这一点倒是要特别留意 美国股市上个礼拜五大跌 那台股今天怎么办呢 今天市场担心可能会补跌 尤其是土洋筹码大战 外资会不会又大卖台股 上礼拜终于看到外资 由卖转买了一天 但是礼拜五当天 美国股市的大跌压力颇重 所以对今天的外资 可能又展开了新的卖盘压力 投信是零零买超买了17天 那外资是一路卖了10多天 在礼拜五才做了转买的动作 买的不多 但是也寄望着八大关股行库 跟投信一起来对抗外资的卖出 八大公股行库的护盘动作也是持续的 当然看到了台股的部分到底能不能够止跌回稳 今天很重要的关卡 两万五百点的一个关键位置点 是不是能够守住 尤其是前低的一个位置 而讲到金融股的部分 从7月以来到8月看起来一直在砍台股 根据金管会的统计 今年7月银行跟证券业同步都减码台股 有683亿 也是今年首建卖股 受险业又补刀卖了656亿 7月份的金融三业总共砍掉了台股 1339亿 累计前7个月大减码了3700亿元 砍股的首笔也是去年一整年的7倍之多 金融圈预计9月份美国还要降息 11月又有美国大选 台股的景气面临了现在的高基期 高基期的转折风险 可能经济成长的部分会有点走下坡的压力 金融业对下半年的布局就转趋保守 受险业又在台币的升值压力当中 就卖了台股 现在让导致卖股的压力就比较明显一点 这一点倒是要特别留意 而美国非农就业报告低预期 拖累上个礼拜五的美股全面下挫 美国气候盘目前开市也震荡下跌的多 目前都是平盘之下小跌的 在美国气候盘的表现 而亚洲股市的部分目前也都是开跌 亚股的部分包括日本 还有包括韩国股市 现在看起来日股跌了1000点了 跌幅高达2.86%的幅度 快接近3% 因为日元有转升值的动作 日元的升值一升高 那可能就会导致日股的压力又加重了 市场又担心有所谓的日元套利的交易出现 今天会不会又出现这种情形 韩国股市也下挫 跌幅有1.27%左右 那台北股市的部分 在费半指数的拉回当中 今天台积电的ADR跌幅高达了4% 反而表示台股可能在测试所谓的第二只脚 先以2万点大关当作支撑 这礼拜要关注的重要大事友 包括了8月营收 陆陆续续要做公告 这两天要公布完毕 尤其是明天 明天就是8月营收公布完毕的时刻 也是台积电要公布营收的时候 台积电的营收7月份就创新高了 8月份能不能够再创高 市场认为有机会 那对于礼拜四台积电的除息 这次要除4块钱 那这波除息钱先押回 会不会一样的用一天之内秒填息 让市场期待了 那这个礼拜还包括了苹果跟华为 同一天发表新产品新手机 而礼拜三有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 还有包括现在礼拜四的台积电除息 这都是本周大事件要特别留意的关键 本周台股受到挥达财报后 美股重挫影响 指数接连灌破月线以及半年线 最终周线收黑下跌833点 而接下来市场关注在 9月10号的苹果新机发表 以及9月11号贺锦丽与川普的首场总统辩论 9月份是美国股市最会下跌的月份 而且跌幅也是最大的 在下个礼拜因为有这两大变数 一个是川普跟厚锦丽的辩论 一个就是苹果新机的发表 我想应该都还是会偏向弱势 加上这个美国股市礼拜五的下跌 我想台股短期上也不容易有好的脸色 不仅美股面临9月魔咒 专家指出过去历史经验来看 苹果在发表会后大多难以符合投资人的期待 又等到10月新机出货后才有望带动股价 至于万众瞩目的美国大选辩论 由于是双方首次交战 对后续民调有着关键影响 牵动着产业以及股市走向 另外还得观察联准会的降息之路 9月18号联准会如果降息两码的话 我想这个市场还是以利空来解读 那如果9月18号费者只降一码 那代表说费者对这个景气的看法 比市场要稍微来得乐观一点 那个我想股市就会是就会以正面来解读 至少在9月18号之前呢 股市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利多的消息 我们对股市的看法还是相对会比较谨慎保守 联准会重量级决策官员李氏沃勒在6号时表示 在经济疲软风险不断上升之下 启动降息至关重要 且不排除支持大幅度降息 此一发言造成利率期货市场大幅波动 降息两码的几率一度升高之后又回降 但仍然与其今年内共将降息四码 短线上台股面临外资卖压 以及未来变数的不确定性大增之下 市场信心要回稳 恐怕仍需要时间沉淀 记者赖北京赵昂浦台北采访报道 好看到了在全球的晶圆代工市场当中 台积电的强势已经让英特尔呢 是陷入到了苦战 那现在连英特尔都传出 要把晶圆代工的业务 传给台积电做了 请台积电帮忙 据传呢三奈米以下的自成 全部都委由台积电代工 而且英特尔还要在全球裁员 要力求扭转颓势 不过业界透露英特尔的裁员 锁定是以晶圆代工业务对象为主 但为了维系跟台湾的晶片厂生产业务 台湾的分公司不会受到影响的 而台积电12号要除息 就是这个礼拜四了 改采季季配息制以来 首度的配发股利 每股调高到4块钱的现金股利 如果一除息 这千亿银蛋又发到大家手上之后 是不是这些钱又会转进到了台积电呢 但是台积电上礼拜五 大跌4%以上 外资上礼拜五逆势加码 4500张的台积电 那主要是因为 每股震荡的下跌 在备办指数的大跌当中 导致ADR的重挫 但是外资是有买的 外资权说台积电最近 这已经是五次端出一日填息的好表现了 看看前几次的机会 前几次从2023年的6月 一直到2024年的6月 整整一年的期间 除息了有五次 这五次大概都从2块75到3块5左右 那这一次礼拜四是到4块钱 那前几次都是一天之内就完成填息 也常常在除息之前有跌过了 所以比较快完成填息 那这一次呢 尤其今天台积电又要面对压力测试了 不过外资还是把台积电目标价 看到1200块钱以上 不过外资最近的卖超 仍然持续一直卖到上礼拜五 才做了回补买进 那说随着iPhone16 这礼拜也准备要亮相 有引爆台积电三奈米新一波的出货 那高通联发科最新的5G旗舰听片 也可能在10月份会问世 加上了辉达超围都有接力导入三奈米 这也引领台积电的三奈米 第四季起呢会冲一波 可能呢在公布的最新营收报告上呢 就可以看到7月创高 8月可能也有继续创高的成绩表现 而台积电三奈米接单持续转热 现在呢顺势的引爆了 大量的委外封测需求 包括日月光还有包括晶圆电 也通吃包括 辉达高通联发科的晶片 这些委外订单也成了 现在市场的赢家 台积电打算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设立三座晶圆厂 其中第一座晶圆厂 预计2025上半年开始量产 根据彭博社 亚利桑那州第一座晶圆厂 4月就开始进行4奈米制成晶圆生产 传出良率已经和南科厂相当 对此知识力科技执行长 许剑中表示这一点也不意外 台积电美国厂 只是把台湾厂 已经成熟量产的生产线 转移到美国 再加上从台湾调了很多 有经验的工程师到美国资源 因此能够顺利量产 而且保持和台湾厂一样的高粮率 唯一的问题只是成本高而已 资深产业顾问陈子郎 则看好亚利桑那厂的人才流动 对台积电而言势力多 英特尔薪水大概是比台积电 在亚利桑路厂薪水的员工 大概高10%到30%之间 我们都知道人往高处爬 所以我认为在英特尔的工程师 看到英特尔亏损连连 在未来极有可能 在人才的移动上会逐渐往台积电移动 回到亚洲进度最快的熊本厂一直是焦点所在 专家看好接下来发展也点出原因 国家政策支持 这个从美国、日本、德国都被看得出来 但关键是日本的熊本政府 是一路开绿灯 在建厂过程中允许台积电 24小时施工 劳工的态度 我们都知道亚洲的员工 比较喜欢上生产线 甚至轮三班制 是日本最先进的晶圆厂 同时也是日本晶片法案最大的补贴受贿者 再加上这是第一次 日本车厂和台湾晶圆厂直接合作 随着日本政府大力支持 总投资金额超过200亿美元 熊本厂接下来进展 对振兴日本半导体也扮演关键角色 近年韩陈彦宏台北藏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宏台湾晶圆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宏台湾晶圆厂